朝鲜威胁一波接一波 而且没有最严重 只有越来越严重 最新一次的还是比去年威力强十倍的试射行动 身为最靠近朝鲜的韩国 终日不得安宁 为了对付朝鲜 目前已经拟出最新方案 国防部长宋永武昨天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透露 韩国将在12月1号成立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执行转手行动的部队 这种转手行动的概念主要就是韩国趁着半岛发生紧接情况时 动员部队深入平壤 铲除金正恩领导人 由于朝鲜军事最大的弱点 就是太强调所谓的中央控制 因此只需要打击金氏政权领导人或中心 基本上就能够瓦解指挥机构 摧毁朝鲜军的抵抗意志 其实为了警告平壤 韩国空陆军也在朝鲜试射导弹隔天 进行联合导弹飞弹实弹演习 模拟针对朝鲜和试验地点的攻击 日本媒体也报道 美国已经拟定10套对朝作战方案 全面对付朝鲜 至于在领导人方面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已经在昨晚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共识 解除韩美导弹指南的限制 也就是说 往后韩军的导弹射程可以超过800公里 弹头重量也可以超过500公斤 抽奖威力导弹将足以攻击 朝鲜的地下军事设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